日本人松本为啥只有90斤 一个月伙食费只需要500块 原来松本为了节约 都是来这种日本最接近戏的超市买菜 这日本人真的每吨都少不了这个大白榴获 这么大的鯛鱼只要60块 最近中華料理にハマってて 麻婆豆腐 好美味 めっちゃ美味です 中国人の彼女に作ってほしくて 肉は高いから基本ソーセージにしてます 但是松本为了進入圣诞节 今天决定奢侈一碗 买了一只从巴西远道而来的肉丼鸡 然后他还买了三色团子 鸡蛋 乌冬 鸡豆 松本说这夜菜他能吃两个礼拜 这么多 鸡圆子花了150 松本为了环保 平常出门都用这个饭不包 これだけで全部入ります 入りますよ 余裕です 这么此家的好满意 有你是想明早吗 すごい 松本最近痴迷麻婆豆腐 但是做法属实把我给看呆了 松本说在日本 当地人都喜欢用这种低调的帆布包 不仅能装东西还耐用 而且设计剪辑大方 不管男生女生穿什么衣服都好搭 像松本这样的 一本衍生文化和生活方式 大家能接受吗 酱油推荐指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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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